簡單來說颱風駕這個名詞啊 它不是一種真正的假期 嚴格來說它是一種政府的狀態 就好像SARS或者是COVID-19的時候 叫你戴口罩的這種疫情狀態 那百貨公司要因為颱風關門嗎 那電影院要因為颱風關門嗎 這樣子你們颱風的時候 你們要去哪邊逍遙之戰 老闆可不可以叫你上班 完全可以 你就給我去上班 不然怎麼樣 你沒有去上班 你本來就沒有薪水 這時候老闆不把你薪水 沒有在扣薪啊 連線連線記者 那假如說 假如說市政府 中央發出台風下 顧主可不可以說不放假 答案是可以的 可以的 只是勞工覺得 雨很大 不想上班怎麼可以 答案也是可以的 顧主不能進框池 顧主不能進框池 因為這個是政府的台風下 要不然你以為 記者現在為什麼在這裡上班 你以為記者腦子有動嗎 這次老闆叫記者來上班 你們都說記者是笨蛋 記者不是笨蛋 記者是很欺騙的 我們還給空內主播喔 主播喔 好我們謝謝在台中法子溪河畔 為我們SNG連線的恩褚利公報道 那主播恩褚利公我啊 跟剛剛的記者恩褚利公是不一樣的 但是各位觀眾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都有一件共通的事情就是 颱風天我們也有上班 為什麼你可以放假我們要上班 因為你放颱風假 難道我們沒有颱風假嗎 當然不是這樣講的 因為按照台灣的法律 颱風假雇主是沒有義務要配合的 是的 你沒有聽錯 雇主並沒有義務要配合你放颱風假 為什麼呢 因為目前在我所有的勞動法令之中 沒有任何一種假期 叫做颱風假 你看勞動基準法 還有什麼法令 你除了勞動基準法 我想你也想不出其他的法令呢 東翻西早 有生理假 有立假 有休假 就是沒有颱風假 法規那個法規叫什麼 我看一下 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第四條 誰沒事會去看這個條文啊 你以為律師會去看這個條文嗎 你並沒有 也是為了拍這則影片早上才搬出來的啦 那我看了這個第四條的規範 大概有兩種情況可以停班停課 第一種就是風太大 第二種就是雨太大 那風太大雨太大也不是你在意的嗎 你在意的是老闆可不可以叫我去上班嗎 答案是老闆可以叫我去上班 你說為什麼 同學各位恩公各位恩本 看清楚這個辦法的名字 它叫做 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 它不是法律 它也不是命令 它是辦法 什麼叫做辦法 辦法就是沒有法律和法律授權的行政命令 意思就是它沒有任何的民主正當性 那舉例來講 就像是國有國法 加油加杯 加油加杯貓 加油加歸 班有班歸 烏龜有烏龜 這個辦法是行政院人士總處公告的 公告給誰看的 公告給政府單位看的 各位恩本 各位恩公 你是公務員嗎 你領著18%嗎 都沒有 那你跟人家放什麼假啦 老闆可不可以叫你上班 他們又不是公家單位 神經病 合不合理 非常的合理 你就給我去上班 不然怎麼樣 領不到薪水 領不到薪水 你說不對啊 我有看到新聞啊 新聞說老闆不可以叫我去上班 不可以扣我薪水 不可以寄我礦子 你看到什麼新聞 看清楚好嗎 想想看你在講什麼幹話 你沒有去上班 你本來就沒有薪水 這時候老闆不發你薪水 沒有再扣薪啊 領薪水是有上班才有薪水領嘛 沒有上班怎麼會有薪水領 所以他不發給你 沒有道職的薪水 算是扣你薪水嗎 並不是 你說啊 法律人都講文訣字 玩文字遊戲啦 沒有 並沒有 是你沒有看清楚 到時候你領不到薪水的時候 你去哭啊 你去跟高雄市政府哭啊 還是你去跟勞動不哭 沒有人會理你的啦 恩處立功可憐你 給你十塊錢去買飲料而已啦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這個時候又要講另外一個要點了 注意各位聽好 這個名字很長的要點叫做 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 管理及工資幾部要點 這一個要點裡面寫了 颱風天 勞工因颱風而無法出席工作時 雇主已不扣發工資 但應雇主的要求在颱風天出勤工作 除了颱風天當日的工資 是因照附外 以加給當日工資 有沒有聽清楚 都是以 以的意思就是 應該還是最好要呢 如果你認為是應該的話 你可以把它唸成 以應該 以應該 你覺得會有人理你嗎 你再看清楚一點 老闆要不要付你薪水 你去法院跟法官講說 法官依據天然災害發生 事業單位勞工及出勤管理及工資幾部要點的規定 你沒有任何的權利 要求你的僱主要擊佈你薪水 這時候你就領不到薪水了 懂嗎 所以這根本就不是什麼 奸身的法律問題 這個問題 這個法律爭議最困難的地方就是 我剛剛講的一個條文叫什麼東西 你再講一次 不准回放 你講得出來見鬼了 本來雇主就可以不發薪水了 因為你沒有疾不勞務 雇主就無用去付薪水 那你說難道雇主就可以叫我去上班嗎 答案是對的 雇主當然可以叫你去上班 但是你可以拒絕去上班 為什麼你可以拒絕去上班呢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政府說放台風價嘛 政府說放台風價這個是依據一個行政規定來做的一個命令嘛 這個命令就是一個事實狀態 這個事實狀態會變成是你不提供勞務的一個合理原因 那你會說雇主這個時候如果我說我不想去上班了 他還能強迫我去上班嗎 答案是不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 如果你不去上班 雇主來告你 這個時候 你說 台風很大 風雨很大 法官大人 我不想去上班 合情合理吧 你覺得法官聽不聽得下去 答案是不知道的 如果那一天 台風就像是風情日曆的一天 大家都去電影院看電影 法官那天又在辦公室加班 你覺得他會講你說的很有道理 我們就讓你放台風架嗎 還是明天沒有風沒有雨啊 人家說放台風架你也應該去上班啊 你覺得是哪一種可能性會比較高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自己認知的台風架 就是合理的台風架 那作為一個專業的法律知識型YouTuber頻道 我們這時候就要告訴你技術的地方在哪邊 技術的地方就是反正台風天 一定要出去看電影 一定要出去吃大餐 一定要出去逛百貨公司啊 所以這時候請你務必注意出入安全 叫一台計程車 立刻馬上先去公司打卡 發現公司大門深鎖 立刻馬上拍照上傳 就算風雨再大 也無法教習我對工作的熱誠 啾咪打卡 比出一個1 證明你的工作表現 證明你的工作態度和覺醒 和證明你有提供老物 但是雇主拒絕你的給付 這時候縱使雇主之後 要拒絕給付你的薪資 那因為你已經提出老物了 所以他這樣子的行為 就違反了兩兆勞動契約 反而變成是雇主在入不履行 這樣是不可以的 有沒有技術點 非常的有技術點 很好 我們進入下一個段落 好啦 講了那麼多東西 好像都在抱怨 來跟你演講一下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 吊詭而且光怪入禮的情況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國家的 勞動法令裡面 並沒有颱風架這個制度 那為什麼沒有颱風架這個制度呢 因為它不是我們的休假 它也不是我們的利假 它也不是我們的生理假 簡單來說 颱風架這個名詞 它不是一種真正的假期 嚴格來說 它是一種政府的狀態 就好像SARS 或者是COVID-19的時候 叫你戴口罩的這種疫情狀態 那這種東西 如果你要把它定入在法律的規範裡面 會有一個困難點 就是365行 雖然不能行行出狀元 但是行行都有行行的心酸 難道醫院要因為颱風關門嗎 難道百貨公司要因為颱風關門嗎 那電影院要因為颱風關門嗎 各位恩本各位恩公 這樣子你們颱風的時候 你們要去哪邊逍遙之戰 沒有道理這些人可以放假 沒有道理這些人 要跟你們在家看電視 也沒有道理我們在颱風天的時候 沒有辦法報新聞 沒有辦法播新聞給你看 也沒有道理這些記者 在颱風天的時候 不應該打傘在外面被風吹雨淋 所以這都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每個行業的狀況不一樣 法令好像不太適合聽這些規定 這是勞動部說的不是我說的 這種話你聽得下去 你聽得下去嗎 新聞的最後我們要帶大家來看一個畫面 台東法子系的延安在今日 毫大雨的衝擊之下 還是有很多的志工和勞工在那邊整治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平常大太陽的時候不好好整治 一定要颱風把你補充的洗髮來 才對牛蛙主持在這一點可以你所吃 以上就是今天詳盡的新聞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恩褚利公